据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官方网站的消息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12月初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普通照会 通报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 今年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 对中国空间站搭载的航天员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情况 今年7月和10月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 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 在此期间 中国航天员正在空间站内执行任务 出于安全考虑 中国空间站采取了紧急避碰措施 赵立坚指出 1967年外空条约是公认的当前外空领域国际法及时 该条约规定 航天员是全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节 各国应尊重保护航天员安全 并将在外空发现的对航天员生命或健康构成危险的现象 通知联合国秘书场或其他缔约国 美国口口声声宣称 所谓负责任外空行为概念 自己却无视外空国际条约义务 对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赵立坚表示 探索和和平利用外空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中方始终本着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精神 和平利用外空 美方应该尊重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空国际体系 立即采取措施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维护载轨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和空间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